在這裡運動的朋友 一週一次 我一週三次 重訓 我大部分都是拉筋 重訓之類的 幫助很大 就是身體的核心 改善很多 因為身體支撐不了 現在比較能支撐 對 我覺得力氣有變多 然後身體變得比較舒服 晚上就比較好入女 我主要是物理治療師 然後在這邊的話 會主要是評估 我們身心障礙者的身體狀況 然後去幫他們設計 他們可以的體勢能運動 希望他們是藉由他們的體能 去增進他們的生活功能 那我們最終的目標 還是希望他可以回到社區 所以經過我們這裡訓練之後 如果運動安全 這些嘗試都有理解了 那也可以自己操作這些器材 那我們還是希望他能夠回到社區 離家近的可以運動的場所 去做運動 我們每次社會福利基金會 我們覺得很幸福 在這裡 台南是體系統中心 可以給我們有各種不同的障礙的朋友 服務 除了給他們一個更健康的身體之外 也是給他們一個更快樂的心 歡迎收看市政三分鐘 大家都知道運動有益身心健康 但是多數的運動中心設備 都無法讓身心障礙朋友便利使用 因此台南市政府社會局 設置身心障礙體系人中心 這是全國第一座 專屬身心障礙者使用的健身中心 多年來幫助許多朋友 在這裡享受運動的樂趣 現在我們來聽聽 社會局長怎麼說吧 就是有身心障礙者 我們希望說能夠有第一個有社會參與 第二個能夠讓他們在這邊 共同的透過我們的專業的老師的指導 然後得到一個體事能的一個效果 事實上我們身心傷害都知道 運動的這種機會很少 平常都在家裡面 他們對專長可能就是在家裡面打電腦 那相對的你如果有個場地的話 又有專業指導的話 對這個身體這個不會受到運動傷害的情況之下 達到他的這種健身的效果 這是我們要期待要去推動的部分 那這個也是全國第一座首創的一個 身心障礙者體事能的一個運動場所 大家好我是秦碧淳 歡迎收看四月十四核 星期三的中間台南電腦新聞 一百十年全國重點好好運動會 四月十七核至二十二核 將在婚臨館上到 台南市代表隊 最好在英華市政中心 孤行相機以下 指定黃偉哲情心相機 免得選手戰略醫護 為台南市獎出最大英武 台南市代表隊在今年全中域比賽當中 總共拿下二十四名金牌 三十一名銀牌 四十三名銀牌 總共九十八名銀牌 從下看市學兵以來 最多名銀牌數 在今年台南市也派出優秀以來最多人 總共有一千塊五十六位選手參賽 每次選手也都信心滑滑 要把家鄉台南進出英武 我們參加的是羽球還有桌球還有田徑 然後我們這次目標是 男生團體冠軍田徑 田徑跳高第一名 然後桌球也是冠軍 那有沒有信心 有 大家有沒有信心 有 有 你們參加什麼比賽 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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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信心 有 這次目標是什麼 金牌 金牌 台南市舉重 停 市府十四名特別居行手機儀式 由市長恩惠帝 手機向台南市代表總會理事長五次雄 希望台南代表隊都能夠既開得勝 這個壽旗 承載著台南市民的音音期盼 也承載著台南市的榮耀 去年我們參加全中運 獲得二四面金牌 三十一面銀牌 四三面銅牌 我們期待今年能夠有更好的表現 因為我們這一年的抹兵力 這個努力訓練 有更好的成績 今年的代表隊也是有史以來最多人數的 有1056位 我們期待在這個比賽中 能夠獲得佳績 為台南市爭光 各位也都是台南市的榮耀 我們也很感謝他們 各位老師辛苦的指導 以及同學勤奮的練習 這一點我們特別特別的感謝 今年的全中運各行比賽 第十七日 獲得的雲林國中館立的典開 一年六天的賽事 歡迎市民大眾到現場 感受比賽的氛圍 也就是透過全中運官網的連結 觀看這次的專博 這會來為台南市的選手加油 台南市民張索偉 蔡宏波德 台南市政府 趴上開發四百萬項立的四位 南山公盟 將將對其中的十六公斤 來幾位做兵種展区 不過也因爲多多民宿團體的反對 在處新臨的兵種管理所所長 廖尾登強調 這個案在古年中 就已經停止成長 目前總統就是 文化祖散平衡 報告出來進行 並未有進一步的開發 我們各項的服務工作是要做好衛民服務 這個是要首先要擺在第一位 那另外我們有 目前有一些有推動的一些重大的相關的業務 像我們新衣服員的擴建 還有南山公盟的簽帳等等 都要依目前的那個期程 還有相關的作業再持續的辦理 這裡所有的這些包括南山公盟 爬上開發兵種轉区 以及新衣服館的改作頂頂都是重要的任務 尤其南山公盟在開發發出公民論壇 雖然文化祖散頂民間交的團體 也許多多犯罪的聲音 不過收到再次講到 替文化祖散調查公格進行 不做聯合的變動 之前有辦市府民政局有辦了一個公民論壇 那我們目前就是按照公民論壇的結論 就是在進行那個文化祖散調查 那目前相關的簽證作業都已經先暫停下來 那我們會等文化祖散調查的結果 再來評估辦理後續的事宜 為中所長也正前南山公盟的開發 並沒有看下更像在團體旁邊的利益 共調萬全是為了幾位 萬全的民眾全庫作為未來拿到 我們先問顧文及何喬邦蔡宏報的 因為危險疫情的影響沒辦法出國 台南道飯店業者特別要請地名 印度料理諸多周和善 來搭訪印度美食香園 讓消費者不必出國 對當鄉收到最大的印度料理 印度料理的特色是什麼 印度是世界最在的古文明一日 印度料理當中所使用的香料 同樣也是在水油球 台南老爺行路以美食探索為主題 邀請地名印度料理諸多周和善 跟台南老爺行路互助獨 蒸凱勳是手下廚 推出幾個都鼓勇得出風味的印度料理 好民眾在鄉收伊古美食的時候 就成長是出國一樣 印度菜就是有羊腿跟雞肉 不一樣 每位印度料理的師傅 他都有自己的馬沙拉配方 像剛剛Sam主廚說的 牛肉跟雞肉 它適合的香料 就會不一樣 那有可能會多或者是少 不僅有印度料理通過吃 在台南老爺行路 印度料理美食探索為主題 還可以在現場 吃到最好吃的中東沙威馬 這次在印度美食節 也加碼提供了中東最有名的沙威馬的菜 然後我們也提供了沙威馬的機器 那我相信這一次 可以提供給台南的市民 有一個完全不同的體驗 台南老爺行路 蹦蹦麻沙拉 印度料理美食節 自四月十六號開始到四月五月 讓你不用出國 就可以享受到最好吃的印度料理 要吃美食的朋友 千萬不能做過這個 難得的機會 台南新聞江碩維 蔡宏報道 近久研究 六十五歲以上的老大人 正是更新聞最多的分享作文 社會中家集團 特別親立社區 向中夥來選擇 如何分辨給小信 探索這些都可順利活動中心 用實質的案例 告訴大家一定愛生早情 這還可以來分享各種小信 北區核順利活動中心 以禮辦公室名義 正向社會局申請社區關懷據點 持續透過健康促進活動 讓長輩活到老學到老 其中中家集團團隊 特別用實際案例 教這群長輩如何分辨假新聞 避免散播假消息 大家都很認真 不使用手機來記錄 場面相當熱烈 疫苗安全性排名中 中國疫苗的列前四位 安全性 它是在全世界的前四位 還這樣寫啊 排了前十名出來 大家覺得是對的還是錯的 錯的 好 OK 根據研究指出 六十五歲上老人 正是假新聞最大的分享族群 雖包括熱苦瓜水可以救人 熱檸檬可以殺癌細胞等 錯誤資訊如何分辨 中家集團也分享一定要了解 資訊來源 向專家請教等八個步驟 同時用有獎增達的方式 強調散盡查證的重要性 讓李明踴躍分享收穫滿滿 從這個網路啦 或是Online裡面呢 接收到很多很多的 那種不死的信息 那我覺得說 這樣的一個課程 用一個很深入淺出的方式 很容易讓我們 我們這些長輩都能夠了解 我們可以知道說 他是不是有詐騙 以前我們收到訊息 就覺得 這是好消息 就傳給親友 其實是不對的 要先去判斷他 讓一些我們的長者知道說 我們在這個手機 一接到訊息的時候 一定要知道說 要知道三點 第一點就是不要造謠 第二就是不要輕信 第三就是不要亂喘這樣子 當局長收集 人人有則 記者郭文綺 何喬邦 台南報導 我們先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新聞現場 記者郭文綺 有很多人會想要自己創業做老闆 不過資金和行銷頂頂都是問題 並沒有想過那麼簡單 一位年輕人的入學家 為了對球開店的網上 就洗頭路全行做全部美容 已經漸漸打開地名道 請大家做回來了解 75年出也有在京社宿下禮的陳千如 因為要夠了 加上不斷掉沒變化的回家工作 所以整起洗頭路轉去全部美容的技術 都是為了減輕負擔 申請勒東部創業貸款 成功完成開店的網上 離開那個舒適圈 因為再坐下去我應該走不了 然後就繼續朝自己的夢想前進 然後當初想要創業的時候 因為其實有一些資金上的需求 所以就是遇到了那個 就是有查網路上面有看到 就是政府有貸款 然後針對女性的 就是鳳凰為創貸款 然後就去上課 上課完課之後就是 成功就是寫了企劃案 然後就是有銀行就貸款下來 然後就也是 他們的好處我覺得是 會有輔導老師過來這邊 就是跟你做訪談 然後你如果遇到一些問題 或是一些就是可能剛好創業上面 有一些不太確定自己該要怎麼去做這間店 去怎麼行銷這間店的這些問題 老師都可以幫你解決 當然萬事去訪欄 開家當家 不然人家做金的案例 跟行銷的難題 不過現在看到 全部主人的酒門 安心中心愛夠了 交給美容 客觀已經慢慢穩定 覺得他們很細心 而且就是真的是很愛狗狗的那一種 對 因為我們之前帶去別的地方 他會有那種 就是可能狗狗受傷啊 或者是說就是洗完回來之後 你會覺得很明顯狗狗沒有那麼開心 對 因為狗狗來這裡 他們一直把他照顧得很好吧 對 所以我們才會選擇來這裡 當然現在土木經濟越來越新 因為主人是狗狗狗做是小孩一樣 所以陳千如也特別選擇 醫療美容定期的清洗桌 來適合不一樣狗狗的 皮膚狗狗和模擬 洗了不僅乾淨 要當改善皮膚狗狗 多連這村市長的區別 跟全家一樣 親切太多 萬一吃其他連攝點 不要給我的狗狗 也讓他開創輸的一片天 像我自己就是選用 就是比較不太一樣的細節 然後客人洗完 一開始當然會不太知道 是到底洗劑有沒有什麼效果 可是洗完之後 他們都覺得好像還不錯 真的會跟其他地方有差別 然後加上就是 其實我覺得 我覺得我最大的特色 我覺得應該是 我的親切吧 我覺得可以給人們 就是給客人 甚至於給小狗小貓 都有一種安心的感覺 對上班族到專行做下年老闆 陳千如勇敢選擇 也讓想要創業的朋友 一個很好的場客 帶來新聞 顧問顧恩及何僑方 蔡宏博的 這幾五十五歲家庭主婦 某個醫師蘇英傑 最近三年的抽出統計發現 在那一百零六位 悲癌確認白療當中 近年有四分之一 是多發生 加香檳悲癌的 百零的白療 雖然多發生悲癌的白療 沒有多 X光減少的精緻率也很低 不過最近還發生一名忽略 近年香檳悲癌的低密度 肺結結 以前都是早期的悲癌 在臨床行醫的過程當中 我們發覺說這種微小肺癌 它出現的多發的比例 其實還蠻高的 遠超乎我們的想像 以前我們都會覺得說 肺癌就是漲一顆 然後它慢慢大這樣子 但是在我們這三年的統計當中 我們發覺說 其實在這種微小肺癌當中 有超過一顆的 兩顆以上的 這比例有到達25%以上 那大部分當然都是兩顆比較多 但是其實三顆四顆的也是蠻多的 那這次剛好是在今年 有一個機會 剛好遇到一個病人 他蠻特殊 他本身有10顆的肺結結 那因為都還蠻周邊的 所以當時我們先做了一邊的手術 把它取了一部分下來 那發覺說這幾顆全部都是 而且他們在病理報告上面呈現的 並不是說一個轉移的狀況 而是都分別各自長出來的 那隔一段時間之後 我們再把另外一側也開了手術 把它取下來 發覺說全部都是配線來 透過X光跟低劑量電腦斷層的比例 雖然外國證實 低劑量電腦斷層 對黨多吃粉的食物進行是有效的 不過國內的隊不是個飛險軍 還沒有有夠的政府來顯示 太減是不是有效 對處既比醫學中心 雖然一個醫師提出 如果民眾要早期發言 早期治療 還是百萬四十歲以上 最好每兩三年 做一次主費的健康檢查 台南新聞林跟蔡鳳報德 早上欠水氣的原因很多 包括旧氣的範圍太大 水氣瓦胸 水氣壁氣丁丁 那是要補水氣 有傳統固定式的器材 也就是植芽 另外用自己的後蘸 來做主替水氣的遺跡 也是一種選項 不過這有嚴格的條件犯罪 必須要醫師品過 台南市立病院 氣科保醫師中瑞者標示 傳統的固定牙橋 因為缺一器要做三器 那就是要摸清後器的器材 跟少數人做的自體齒移植差很多 不過自體齒移植 因為條件犯罪比較嚴格 包括移植齒的構造 大小 牙羹的外形跟長度 甚至煩車的年紀跟航空的衛星配合 都會影響自體齒的移植 台南市一名五十八歲的貴嚕書 因為左上第二舊齒迫起 經過醫師的賓國 最好利用右上的第三顆大舊齒 也就是自齒來移植 基本上自體齒移植是發展算蠻久的一個術室 只是因為它並不是每個人都適合 因為我們要看 我們必須拔掉的牙齒地方 那個拔的窩洞 跟你預計移植的牙齒 它的窩洞的大小是不是合適 太大或太小 或者是說它的牙齒彎曲 或是說不容易拔除 可能會斷掉的情況下 那它就不見得適合這樣子做處理 那另外可能會跟年紀也會有一些關係 跟病人自己口腔內 可不可以維持清潔也會有關係 基本上手術的部分其實很快 就是當次就會完成 只是說因為這個牙齒 我們是把它拔除之後 再種到其他位置去 所以基本上大部分的牙齒 都需要做根管的治療 那根管治療就會看牙齒裡面 根管的複雜程度 決定它的療程 那後續還可能還需要做睫牙 把它做起來 所以時間上的話 如果順利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其實一兩個月以內 應該都是可以完成的 自體齒的移植跟子裂矯正不一樣 必須要將它沒到 像智慈來智慈下來 靜在那個缺水器的位置 而且要在20分鐘內 利用獨斑下來時 智慈就邊還有智體細胞 來靜在那個缺水器的地方 然後還是要經過的根管治療 而且最好有最好 還是做牙罐來保護 並且做好個人口腔的衛星清潔 台南新聞銀跟蔡鳳報道 新聞最好同樣來關心氣象 明天是昨天有時好天的天氣 溫度23度到28度 落後的紀錄有幾聲 開明電話控制 四個到五個 最大前方是七個 感謝你收看四位14號的 中家台南地下新聞 挖起親密權 我們再會 分享iss訪